记者李立法屏东报道,蔡信药头担心交易毒品时遭黑赤黑,利用所学的车床技术改造线弹枪防身。 屏东警村局聚报前往蔡信住处埋伏,一直起货大批枪毒工具。 过程中蔡信一度拒捕,造成议员警手臂挫伤,警方以优势人力将它制服。 一、毒品及妨害公务送办。警方调查,有毒品、枪炮等前科的51岁蔡信男子,最近经常在高平地区进行毒品交易,而且还用枪自重。 经掌握蔡信位于高雄市的窝藏处所后,前天动员大批警力贺枪实弹采取逮捕行动,随意度遭到蔡信完枪抗拒,最后仍顺利制服嫌犯。 警方在现场起初要传本贩毒工具,以及一把罕见的改造线弹枪及多发子弹。 蔡贤曾经担任黑手,具有机械及车床技术,竟将所学用于改造枪支作为犯罪工具。 烧一份毒品就多一份健康,自由时报提醒您远离毒品。